表演一段落後 拍照片子, 看前後 沒有什麼感慨 跟他差不多 其實這件事挺有趣 當年Beatles他們做這個封面 構思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預了一筆律師費 預了他們這班名人 會說他們超像權的因素 他們就下來打官司 好像一直都安然無用 無敬無險都1967年 今年50年 剛好你們又取材了他的概念 做了一個封面 做了一個海報 這件事都很巧合 50年的世界都沒有變 都是這樣 我們不用打官司 不過牽涉了一些爭議 都不是太不開心 其實這碟裡面 大家都會聽Beatles的人 通常都不會第一張聽他們 我想我是第一張聽這個 你這麼神奇 因為我不是Beatles的粉絲 我當然是找一些聖類的Beatles 聽了才回去聽其他 有哪首歌你想播一下 我看一看 你是聽哪首歌 聽Yellow Summer Rain Yellow Summer Rain不是這裡 不是這張 這是Day in the Life 好像是最後的 是 最後的 這首歌 我覺得是史上最好聽的 一首專輯結尾歌 是呀 這首歌 很難看 DJ播放12吋 專輯的 你 你的 你 你 去 那 好 Surgent Purpose Lonely's Hearts Club Band 我想搖滾師上一張很典故的唱片 很多典故包括了這個風套 不單止這些照片 同時是第一個肌膚的風套 是嗎?第一個嗎? 或者是最早期 我肯定的是它是第一個有歌詞的唱片 真的嗎? 以前那些是沒有歌詞 Beatles以前那些都沒有歌詞 可能因為它的肌膚 有多些篇幅 因為以前那些碟是它裡面沒有Inner Sleeve的東西 那是否最後這張? 不是,還有兩、三張 最後去Laby Laby 這張所有的歷史意志很大 還有音樂上也是 它是第一張 他們開始不做tour 不做演出之後 它就變成一隊studio-based樂隊 就可以玩東西 閉門造居的造碟 很有趣 但有一陣子在樂隊 其實你們當時都是理人 studio-based的合作形式 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不是說是夾樂隊 會在studio做事 我們是一隊錄音室樂隊 對 那時候它是一個人彈 更加主要是在studio 譬如剛才聽過那首歌 A Day in the Life 其實這首歌很明顯是 John Allen作了一段melody 然後Bob McCartney就作下去 完成了這首前後兩節都幾不同的歌 但可以有天衣無縫的結合度 你們有沒有試過這樣作曲形式? 有啊 每人作一排 每人作一排 哪首是這樣 很多歌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其實很多都是一人一決 兩個很喜歡的禁式都是這樣 好像是第一次 應該是你作曲曲 或副歌 我想是 有少量的是一起構思的 有哪些我忘記了 有些歌是一起構思的 我忘了 可能是後期的 我想是The Party 是Party那些 就是Wall Paper 那類 我忘了 還有這張就是他們一張 Studio Base創作的時候 其實做了很多錄音室的實驗 大明一下年代 你們有沒有試過 玩過一些錄音室的實驗 你覺得是很精彩很正的效果 有的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儀器不是很足夠的 經常要回公司 即是保力金Studio 對 摸他們那些 然後就跟他們一起找聲 就算是我們覺得 那時候 保力金Studio裏面 那些琴都不夠 不夠用 有些什麼呢 好像忘了太郎之前 我記得就是 因為我們錄第一支碟 繼續追蹤的時候 沒有一些CHOIR 一邊升上去 開場 那些 是我們第一次用自己的效果 即是沒有Walkoda 第一次錄的時候 就是用人聲 是人聲 是 是 但後來在碟上的版本 是不是這樣 也是這樣 好像叫歐生明 叫阿帕 是 對人 因為我們那時候好像沒有Valkoda 就是自己用人聲 即是 Crescendo 扮大聲一點 佔大 但如果有Valkoda 就會容易一些 那時候還未用到Sampling 沒有Sampling 過了幾年之後就有 很快 其實過了一年多之後 就有 另外 Sherton Papa 另一個典故 就是他們也是第一張 所謂的Concept Album 即概念專輯 所以後來他們出來都說過 其實他們不是有什麼概念圍繞著 但他們的形式上 就開創了 即是專輯 即是首尾呼應 或者歌曲有起承傳批 是很重要的 而大明一派 其實你們自石頭記 開始 都有一種Concept Album 那種取向 即是很完整的專輯 就是做剛才那些 即是首尾呼應 整個Flow 是一個很有精心的安排 不是錄了十二首歌 就這樣放下去 出一張專輯 都對的 是呀 石頭記 開始 然後等著你回來也是 接著也是 接著也是 接著也有 你以為我媽媽沒有那麼明顯 接著那是甚麼 以南平 其實也有 即是有些reprise的版 是 然後神經就最明顯 你說是否Concept Album 我覺得對我來說不太重要 對我來說 但是我想它自己是有一些東西 是 是呀 即是首尾呼應 或者有些東西是很 它自己裏面是一個 create了一個自己的宇宙 還有那些歌 你好像是 你不想動它 調亂次序 你現在一聽就是 就是要 實際上一定要 離開 最後要戲 如果你的歌擺亂了 就好像沒有整個Flow 這個就是 做Album 那個趣味 我想我們那時候 就是覺得Album 還要分 筆A和筆B 那個趣味 就是這樣 我想有一些 但一陣子多年的作品 都很屬於Album Oriental 沒錯 沒錯 但通常我們 不會太緊張 去很隨意 每樣東西都 有些東西出來 很容易就 將它對著一個concept 都不是 從事實在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都沒有 因為 那些是 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做得到 有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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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人 感谢观看